俗话说情人不拙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愿意勤奋的领域 在我们的个人心盘中 有一个心体叫造神星 而在希腊神话中 她是宙斯的姐姐 掌管的是万民的家世 是一位真结女神 她为了守护圣火而拒绝了追求者 将其一生奉献给了神殿 在天文学中 她的直径约483公里 位于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中 在小行星带中 她的体积排名第三位 然而她的高反射率 却使得她的亮度排名第一 此心体代表的是单身承诺 专注服务独居与寂寞 造神星在我们心盘中的领域 代表着我们此生会强力耗贵 以及奉献的领域 同时也代表着 我们必须周期性休息 以及重复充电的领域 造神星入命宫主心劳 入二宫正才文 入三宫适合创业 入四宫返产运家 入五宫子女多福 入六宫是劳模 入七宫容易在婚姻中牺牲自我 入八宫得偏财 入九宫高学历 入十宫主贵气 入十一宫福德旺 入十二宫佛系人生